一直就好 只能说是越来越好 是吗 老话说的好 穷生兼济 富长良心 这人真是大 你看有钱没钱的不一样 你看有人说 有的国家素质高 有的国家素质低 跟钱是有关系的 跟金钱还关系 有的国家大半夜三点 红绿灯他也等 他太有钱了 他真怕怼子 怕这个 你细琢磨 你细琢磨去吧 趁好几十个亿 可别创死我 业里没人 没人也跟着等着 要穷人就不行了 穷人跟什么事呢 你机动车 逆行到我一走 非怼了我 你得赔我三千块钱 为这钱 穷生兼济 富长良心 有道理 说像也是如此 我们都如此 生活好点了 最起码心态就好了 想着该捐点捐点 有什么天灾人祸的 帮助别人 是不是点力气 你说像 说像也真有穷的没辙的 是啊 出去接到谁有 开始打摩托 上银行门口等着 真有 咱别说是谁吧 我们同行 打摩托 银行这 出去女的 打着走 拿着白鼠 有点叫红鼠的 哼哼哼 过去 哼哼抢过来 叫抢一白鼠 到前面掉头 还回来了 到这跟前摔脸上 我还以为手机呢 我还以为红杂 穷生兼济 富长良心 都有钱 其实是好事 是不是 你看 比如说 余老师 余老师在说像里边算挺有钱的 那谈不到 竟敢好事 有的说像恨他 为什么恨你 您说 人家挣那个还没你捐的多了 他能不恨你吗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 郭老师微信 358163 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 379 那叫蜗居